哈囉 大家好 我是Kathryn 歡迎回來 我們今天來去看主人生劇情吧 對了 我今天看到公告他們說 白起的生日活動快來了 還蠻期待的 我的鑽石都沒有花 都留給之後 之後的生日活動還有七夕活動 然後那個起日子裡原本我不想買的 可是我看鑽石很划算啊 所以我就買了 好吧 那我們就來看劇情囉 喔 我們上次結尾 我們女主角跟白起原本是冷戰吵架嘛 那後來他們和好了 所以他們全收石頭 因為他們站在雨中 他們來到附近的商場換了乾淨衣服 我還沒問你 怎麼一個人走在大雨裡 因為我不想回冰房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露露得了絕症 感覺病情不單純啊 我們還答應她給她爸爸回來了 就會告訴她 我們現在去醫院 帶她去見她爸爸 喔對 因為我們是上帝師長 所以我們都知道 可是女士少不知道 不管怎麼樣 先把露露帶出來 哇 突然打雷了 我們趕快要往醫院 奔跑在長長的走廊上 不知為何 我的一顆心提得越來越高 直到打開門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露露不見了 空洞的房間 像是沒有人住過 我趕緊抓住路過的護士 請問這個小男孩去哪裡了 你們是家長嗎 怎麼可以讓孩子自己一個人出院 你們還說 你們醫院不是應該阻止小孩一個人出院嗎 自己出院不可能 我讓他在這裡等我的 這個醫院很奇怪了 誰會讓小孩子自己離開醫院呢 白起蹲下身 在長沿的角落裡 發生了一個閃光東西 是露露的項鍊 有他跟他家人照片的項鍊 如果露露是自己離開的 絕對不可能忘掉這個 她被綁架走了嗎 我接過那條露露 示弱至寶的項鍊 話還沒有說完 強烈的白光就在眼前閃現 下一秒 無數個畫面開始鋪戰 一地的血 從破敗的走道裡延伸 哇這哪裡 這是一間廢棄的倉庫 新背景啊 十字窗外照射精 慘白的日光 四根高聳的柱子上 是老舊的S字母 樣式的雕刻 Black Swan的秘密基地嗎 牆上的時鐘走到了 下午5點31分 地上是不斷蔓延的鮮血 扭曲的光線 我看到兩個修鞋背影 倒在血泊中 渾身顫抖 兩個獸蟹背影 該不會是白淇跟露露吧 露露 果然是她嗎 天啊 這是玉枝嗎 怎麼了 露露 露露肯出事了 不要著急 慢慢說 我把我看見的畫面告訴白淇 這是我的玉枝醒來之後 我看見事情都發生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跟白淇解釋這個突如其來的能力 又急又語無倫次 別擔心 你預知到的畫面 並不是已經發生的事情 我們現在敢取救露露 一定還來得及 可是我們要去哪裡找她 對 未來還沒有發生 一定還來得及 即使我能看見別人的未來 但是當那些還只是未來的時候 我還可以改變吧 沒錯 我放下心裡的溫暗 握緊站斗的手 對白淇認真地點點頭 我相信你的預知 你相信我 我忽然有一種隱隱的預感 這個未來我會改變它 我們一定會的 這是一座被荒草包圍的巨大建築 我們花了不少時間才找到這裡 破敗了圍藏後 一條滿身裂痕的水泥路 一直延伸到隱默帶先處的倉庫 沒有謝了 沒有發現其他人的埋伏 我們先進去找她 現在幾點啊 因為我們預知是看到的是 下午五點三十一分嗎 突然間身後壓得一聲大叫 是烏鴉嗎 喔 果然 是夢中看見的畫面 哇 這個倉庫 我們推開那山滿屍 就鐵之鴨座上的大門 倉庫正中 從十字窗外偷進的日光裡 一個小小的身影坐在那裡 露露 躺在地上的男孩半睜睛眼睛 一臉痛苦的表情 我快步走過去想在她抱進懷裡 直接把一齊拉住了手臂 先被過去 怎麼了 她身上有Evolve的波動 所以她果然是Evolver 那些人怎麼那麼狠心啊 怎麼可以對一個小朋友這樣子 可是她不是普通人嗎 看來不是的 她是個普通人 但也許很快就不是了 喔 等一下啊 所以他們可以把普通人 改造成Evolver喔 似乎是發現了我們 露露肩甲子想坐起 卻沒有力氣 別過來我會傷害你們 這個時候她爸爸在哪裡啊 露露 大姐姐對不起 他們告訴我 只要找到你 我就可以找到爸爸 他們告訴我 只要找到你 我就可以找到爸爸 所以露露正在找我們女主角啊 我騙了你 對不起 如果你能見到我爸爸 幫我把項鍊給她 幫我把項鍊給她 原來是真的 原來在路上的時候 露露真的是 想要接近我們 我會帶你去見你的爸爸 我覺得她爸爸 她爸爸不是說她不見露露原因 是為了保障她的安全嗎 可是她知道有發生這件事情嗎 她應該要出現了吧 她應該要出現了吧 很快 白旗將我护在身後 走向露露 什麼聲音 嗆聲嗎 我的心裡已經 猛地看上了聲響處 只見窗外遠處 天空炸開了梨花 帶起一條白色的煙痕 露露整人都劇烈戰鬥一下 下一秒 一陣無聲無息的波動 以她為中心 迅速向四周擴散 掀起了所有的東西 就剛剛那個 碰一聲是訊號啊 周圍堆積的廢棄鋼鐵 琴刻堅塵都斷成狼瓣 是以後 一陣微弱的風 形成瓶箱擋在我面前 抵擋了那無形的力量 然後下一把就消失了 白旗 她的風以後已經很微弱了 你沒事吧 我沒事 不要靠近她 她滴滴的喘息著 卻還是先捨在我擋在她身後 你先出去 快 但是 你怎麼辦 在這裡 我只會給白旗增加負擔 我又看了眼她和露露 轉頭往外跑 剛踏出倡庫大門的瞬間 一件跟強烈的波動 帶著巨大聲響出現在我身後 整座倡庫都開始巨淚搖晃 漫天的煙塵迷住我的眼 然後又碰了一聲 是煙花嗎 哇我們女主角會不會太傻太天真 我有瞬間的恍呼 但隨即瀰漫的硝煙的氣味 那麼近讓我意識到 那不是煙花是蒼生 果然啊 白旗 顧不得對子彈的恐懼 我不顧一切的轉身往裡面愁 耳邊的嗓聲之臉不斷的響起 我不知道這聲音是工廠外的禮花仙 還是藏仙 還是訊號仙 每嗓一聲 都讓我心臟猛烈跳動一次 地面上出現了血跡 一滴一滴 又往遠處越多 天啊白痴 露露 我看不清倉庫中的情形 未知的恐懼讓我渾身顫抖 眼淚不受控制的掉落 白痴露露你在哪裡 沒有人回答我 不斷想起的聲音蓋過我的呼喊 突然一個高大的聲音從我身後擦著我的肩膀 焦急地衝進了霧裡 是誰 我只看見那張一閃已過的臉 會無比的眼熟 喔白痴 無數的子彈中 風行程的屏障叫她的露露露在中間 所以她EVO 回來了 怎麼了 請客之間變故發生了 小心 白痴迅速地轉身 但一切已經來不及了 一切等待一軸子彈 抓住了封閉的西部的瞬間 穿透了白痴的屏障 那個突然出現的男人 現在來不及 去將露露抱進懷裡 這顆冰冷的子彈 都穿過了男孩 單薄的胸膛 時間彷彿停止了 我的視野裡 只剩下那紅色的血液 在薄木的漁光中漸出 露露 爸爸 露露的眼中出現了眷戀的光彩 但很快 所有的光芒都暗暗下去 她終於被男人緊緊地抱進了懷裡 所有的閃想 所有動靜 都那麼沉重 我卻覺得這一顆好近 白痴 一股力量將我離開原地 我的身後 為什麼從頂上重重的落下 發出一聲巨響 我們先離開這裡 屋頂塌了嗎 即使她擁住我的手是那麼用力 即使她有雙手還在顫抖 即使她眼裡沉滿了老髒溢出的悲傷 可是露露呢 我不斷地回頭 但不知什麼時候涌穿淚水晶模糊的視線 我什麼也看不見 她爸爸來接她了 喔 她爸爸來了 我亮亮悄悄地跟著她 離身後那個小小的聲音越來越遠 從門外湧進來的風聲烏煙 就像是無聲的哭泣 終於 不跟著白痴踏出了門外 空中不許展開的煙花 映著黃昏的雲霞 就像另一個世界 但等待著我們的卻還不是結束 哇 這個畫面 無數黑洞洞的槍口對著著我們 一支核槍實彈的隊伍 團團包圍住了整桌場庫 空氣中的弥漫著令人窒息的氣息 所有人都戴著黑色的面罩 只露出一雙冷漠的眼睛 在他們的胸口 特遣鼠的特別行動對回家 刺痛了我的雙眼 特遣鼠的人耶 有那麼一瞬間 我感覺面前每個持槍的人都像是惡魔 我想問他們為什麼 為什麼會出現 為什麼要開槍 為什麼傷害一個孩子 但張開口 9的冰箱就讓我無法發現 眼淚落下我不明白 為什麼本該保護我們的人 會變成殘酷的筷子手 是誰開的槍 白旗擋在我的身前 冷身質問著這支突然出現的部隊 還未干涸的血液 順著她的指尖往撒堤落 是露露的血嗎 她緊繃的身體紋為顫抖 彷彿用盡索利器 壓一直快要撥發怒氣 誰 這一刻她曾經說過的話 突然浮現在我耳邊 我不會再讓一個孩子 死在我面前 指揮官 是我的命令 啊 指揮官果然不是好人啊 白旗說剛句話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說的啊 為什麼要這麼做 她只是個小朋友而已啊 到這個時候 我才發現這種不動神色 竟然是如此冷漠 他們開槍只是因為行動指令 如果目標造成危害 就地槍傷 你沒有權利這麼做 白旗握緊了雙拳 即使壓力著怒火 她的聲音卻反而變得更冰冷 特別行動隊有自己的行動理由 我身為指揮官 並沒有意外實踐了和你解釋 但你有義務 向我解釋特遣署的第一條準則 每一顆子彈 只為正義銘箱 偏面的資訊已經遮到你的視線 白旗握 當然身先在橘州時 只無法看清真正的套路 那你告訴我 七十六名 由我逮捕歸案的一某罪犯 七十六人 全部失蹤或死亡 無一例外 該不會全部被拿去做實驗了吧 或許未來有一天 你會明白我的正義 等你走到我這個高度的時候 這個是每一個在高位的人的藉口啊 根本就是全力使人腐化 當他在那個高度的時候 他反而看不到下面的世界了 他的想法已經跟一百人不同了 我不需要 如果有人堅信這樣的正義 那麼這些人 就由我親自制裁 白旗舉起了舌尖的槍 槍口對準的面前的人 不管是誰 他把槍舉向指揮官 真假的白旗 手槍那白旗手就轉了一個方向 被他坑槍有力的指在地上 發出全面的身上 從此 再沒有特遣筆棄 你還是他要走向了相同的道路 所以白旗是對空冥藏沒有傷害人 這世界上並不是非黑即白 而你總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 特遣筆棄 擾亂特別行動執行任務 意圖判滅 先對其進行逮捕 突然的變故讓我完全無法反應 我看著指揮官聰容地走進隊伍中 消失不見 從他的身後 銀色子彈黑色的迷霧扭曲的光線 赤月的火焰 鋪天蓋地向我們襲來 白旗眼睛裡的火光 刹那被點燃 一點點殘存的風開始萎繞 白旗不要再使用EVOL了 也會受傷的 我想要阻止白旗 就在下一秒失去了身體的控制 怎麼了 一時間天旋地轉 眼前只剩下濃濃的余光 相信有人扼住了我的脖子 我說不出話 瞬間感覺到他裡有什麼東西在灌入 白旗 白旗的喊聲在隔著一層薄墨離我很遠 我想告訴他我沒事 卻喪失了所有的力氣 鯨魚的意識讓我濃濃濃的看著白旗的靠近 他雙手佔扭地抱起了我 堅持住 我們怎麼了 白旗聲音只剩下口慌 有那麼一瞬間 我有一種他快要落淚的錯覺 我感覺到他一次又一次地透析著自己的能力 引流在我們生命的風越來越弱 直到完全消失 鼻尖的血腥氣越來越瘦 白旗正正的喘息聲不斷弄在我的耳邊 讓我一架救星 到最後我才終於聽見 沒事了 沒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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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